水鸟和蛤蜊 那个不属于这里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想把它放在桌子上 放在这儿 可以吗 我不知道 孩子 我要放在这儿 放这儿容易拿 拜托 做个好孩子 我才是读他的人 我来决定放在哪儿 但是我才是保护书本的人 他们应该放在该放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该放的地方 不是 是 我想放在这儿 妖蜊放手 不 现在马上放手 不可能 我要放在这儿 现在马上放手 不可能 你是个顽皮的不服教孩子 什么 你是个懒惰的精灵 你日夜都睡觉 那是因为我照顾你太累了 如果我是个顽皮的孩子 那你也不过是一只小虫子 什么 我告诉过你 我不是虫子 你正式 不是 是 一齐 你真的生气了吗 这有意思吗 我以前读过 这是什么 那本事很无聊 我想要这个 这是水鸟和蛤蜊 这里 水鸟的帽子 是在海上发生的吗 海里有海浪 我想触摸一下它 哇 这是真的水 是神的 哇 我可以飞了 哇 鱼真的大 看起来好美味 鹏子 我快落死了 我来了 鹏子不会再错过了 我又失败了 我太饿了 不能飞翔了 哇 鱼怎么会这么快呢 他们在捉弄我 算了 我得去找点别的东西吃 我太饿了 头哪能找到吃的呢 我没法再走了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是这个咖啡子 看起来很美味 一 二 三 放我走 如果我放了你 你会吃了我的 不 放开我 不可能 放开我 我不是开玩笑的 放开我 不可能 求你 不行 你很饿了 对吧 如果我不放你走 你会饿死的 那你呢 如果我不放你走 你会被太阳晒干的 所以放开我 你先放 然后我会放了你 但是我怎么相信你 但是我怎么相信你 为什么 放开我 那是什么声音 有人来了 那又怎样 放了我 我们得跑了 所以你让我先走 我们会被抓的 你先 拜托快点放开我 我说你先放快点 放我走 真吧 真是我的幸运日 我同时获得了一只水鸟 和一个蛤蜊 看看我们 都是你的错 为什么是我的错 都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是你的错 其实是你们的错 因为你们在吵架 所以我能同时抓住你们两个 当你们争吵 你们两个都成了输家 当我战斗的时候 我成了失败者 所以一起和我都是输家 真有意思 我该走了 我太严厉了吗 他没醒 他跟我说话太累了吗 我好无聊 一起 我们吵架的时候 树被撕破了 他已经重新粘好了 我把它放在盖房的位置 优瑞已经回来了 啊 书呢 他把它放在书架上了 他从书中明白了 不要跟朋友吵架这个道理